如果不努力,就很可能被淘汰 無論做什麼事情,好像都是忘不完 明明沒發生過什麼事,為什麼會不自覺感到憂慮呢? 壓力大導致精神緊張,內心疲勞導致心理焦慮 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療所所長徐佳蓉心理師 3月13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每一個情緒都有它存在的原因 但你就可以選擇不備情緒牽著鼻子走 他向《大紀元》讀者推薦了四個方法 可以有效緩解緊張焦慮 第一就是專注當下 與其糾結如何才能不焦慮 不如專注於眼前應該做的事情 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時 這個也要做那個還未完成的想法 就不會出現在腦海中 第二就是凡事分輕重緩急 將事情列出並排定優先順序 先做好重要緊急的事 不重要不緊急的事就放在之後再規劃 當你將頭腦裡一直思考的事情明確列下來 在執行時就不會因為還有什麼事情未完成而分心 第三就是盡力做好 盡人事聽天命 如果只是為了預防做不完的事情 而令到自己一直處於待機的狀態 就會令自己錯過很多精彩的事情 所以只要知道一直以來都盡力 結果如何並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唯有調整自己的狀態是你能決定的 第四就是預留時間給自己 重視自己的身心健康 你的健康比任何事情重要 不要忽略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 唯有預留時間給自己和自己對話 才能在快節奏中調整部分 隨家用提醒 任何形式的焦慮都有可能導致身心健康問題 可以尋找一些緩解方式 令自己情況獲得改善 但是如果長期感到不惜 就應該盡快尋求心理師的專業幫助 評估自己的狀況一起克服焦慮 食療也有助於緩解焦慮 多項研究證實 蔬果、豆類、全穀物和瘦肉蛋白等食物 有助改善情緒以及認知相關的疾病 比如魚類 例如鮭魚、鎮魚、沙甸魚等 蛋白、藍瓜籽、黑朱古力、薑黃、陽金菊和蒜泥 還有綠茶和巴西堅果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麻煩口 こんな變成果 紅 還有性ẩعد善 還有性ẩu